朋友们好,常言书,人不风流往少年,我总结一句话叫什么? 人不折腾往少年,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梦想,都想成就一番事业。 我这个话题从前讲过,今天再与大家分享一下。 人挪活,树挪死,这也是我们一句俗话。 我们有一种精神,我们都想去不白活这一回,都想干点事出来。 可是,创业这个东西,我们说的折腾就是创业,但是有的人适合,有的人不适合。 比如说,有一种人表面非常的聪明,而且讲话头头是道。 可是,这种人啊,他不适合于创业。 为什么?说的不如做的,可能他讲的很好,说的很好听。 把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想得非常非常的明白。 这种人特别聪明。 可是,往往这种越聪明的人,他的思维跳跃性也越大。 不怕你活跃,就怕你跳跃,不能持之以恒。 这是很多聪明的人,创业的一个最大的弊端。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,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优秀。 思想啊,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啊,但是实际做起来以后,他就变了样。 因为,可能创业期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 遇到问题的时候,他首先考虑的,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。 可能大家有点不服啊,或者说你说的不对,那怎么遇到问题,他不去解决问题呢? 他想解决问题,但是他的思想决定了他要改换另外一种方法、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,而不是直面地面对这个问题。 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。 比如说,现在我的这个销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阻碍。 那么他想到的不是说怎么去打破这个局面,去解决这个问题,而是想到我要通过其他的一个渠道再去重复的做一个销售,再重建一条销售渠道。 那么这就与他当初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背离了。 所以说,他总是想我是不是在这块出了问题,我拐个弯到那边去想想办法,而不是说想把这个通路我必须要打通他。 他的持续性和延续性很差。 这就是聪明人为什么创业极一顶失败的最大的根本性的一个原因。 就是因为思想跳动,跳跃性太强。 或者在我们这个销售受到阻碍的时候,始终萎靡不振。 那么他的想法是什么? 我能不能再换一种销售思路,而不是按照目前这个销售滞销的这个条路再往前走去解决他。 他又拐弯了。 所以说,那么他又会失败了。 但是有一种人表面很憨厚,说话慢条斯理,平时话还不多。 这种人成功的案例却是很多。 很多聪明人都不服,说为什么我这么聪明的人,我就干不成呢? 是因为给自己想的后路太多。 所以说,我们该不该折腾? 该。 应该。 可是你的跳跃性不应该太大。 那么也就意味着,我们从建立这个你的这个创业的衣食的初心,按照你的步骤继续前行,遇到问题就把这个问题解决。 不要再去想拐弯去走另外一条道。 这个是根本性原因。 那么刚才我讲到的,就是为什么那个人看着还比较愚钝,话还不多,感觉还有点木讷,照我相差十万八千里。 但是这种人啊,他心里有数。 你别看他说话慢条斯理,好像在那一站脑袋目光还有点比较呆滞。 他在想事情。 这种人,他始终是所谓的从一而终。 他初期建立的这么一个经营渠道和思路,以及他的一个计划,他始终在贯穿着。 遇到问题的时候,他很认真的就直面这个问题,而不是再去拐个弯,像我们所谓的聪明人,去来解决这个事。 所以这就是聪明人和表面上感觉有点木讷啊,这种憨厚,可能脑袋还夹杂着一点点的死脑筋。 不开明,不开筒,就会钻牛角尖,但是这种人,他从初期的我的投资啊,一个预算啊,收益啊,整体的收益的一个周期啊,他计算得很清楚。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,遇到那个问题怎么解决,可能我们聪明人,他想了很多解决的一些问题,也设置了给自己预设了很多存在的一些问题,他也想到了解决的办法。 但是正因为他太聪明,他想的问题,想的办法太多,反而阻止了他的这个成功的这个脚步。 另外一个啊,还有一点,最关键的也是,是什么?是你经不经得起折腾。 什么叫经不经得起折腾呢? 首先就是你的这个大脑,包括你整个的身体,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? 这是第一。第二点,第二点是什么? 第二点,经不经得起这种折腾,就是你的腰包够不够厚。 如果说你这次折腾完以后,你下次如何能够重振旗鼓,能不能再站起来? 也就意味着你的腰包掏空了以后,还能不能二次再去折腾。 这也是很多人一鼓作气,勇往直前,因为我的腰包里就这些子弹。 如果我这次失败了,我就站不起来了,那么这样的话,我就劝大家千万不要折腾。 我们就好好的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 所以这个视频送给有很多心怀梦想,有创业这种思想的朋友们一个提示。 谢谢大家。